秀出你的心意 跟台東縣長饒慶玲 合照比愛心 新竹市長高宏安 跑到台東市政交流 避風頭 台上暢談治理經驗 但一下台被問到 這個問題 一秒變臉不願再多談 但前一天上專訪 可是侃侃而談 替自己辯駁 看到檢察官起訴書 我心真的涼了一半 因為他竟然 他竟然用了一句話 寫說我在公務 費用上絲毫未除 我會覺得檢察官 在這件事情上面 並沒有非常公允的 把事實給呈現 執意美檢 執獎不利證據 很誇張 高宏安還強調 助理願意捐加班費 哪裡有錯 為了理性助理 他就說這個行政主任 有去問他說 你要不要捐 他叫他捐一萬多塊 然後他說不用 我已經有出其他的錢 所以我不捐 其實是這樣來的 那不就更好證明了 是說助理 其實他可以憑他的自由意志 他願意捐就捐 他不願意捐 他就可以不要捐 以男友李仲廷為例 佐證助理軍加班費 都是心甘情願 高宏安更不忘打出 背琴牌 之前也會回去翻 就是我跟助理們之間的互動 大家是很開心 很快樂在做這些事的 那一場選舉 然後把大家全部牽連進來 那我自己覺得 真的是蠻難過的 受牽連的不只助理 還有黨主席柯文哲 跟前老闆郭台銘 根據統計 在高宏安遭起訴當天 柯郭兩人負面聲量篡聲 雙雙創下一週內最高點 柯文哲選擇不再多說 因為網路最新民調 也顯示過半民眾停檢調 連中間選民也不支持高宏安 就怕全黨就一人 這回力標 極垮選情 3D新聞呂彥 王浩元李維廷 他們局印綜合報導